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今年5月首捧4300万现金秘密买房 购入这栋济南大楼三楼商办 柯文哲解释是要设为个人办公室 却被发现有其他人在租说好的自用呢 他们就知道说这房子是在租的 我后来问了房仲业 房仲业说其实买房子的人如果要自用 他就希望那个没有租约 台中市议员周永宏更曝光租赁契约 租约转移声明 怒枪柯文哲早知情 因为租户已成租13年 最新租约从112年5月至114年4月 而柯文哲5月买房租约也跟着转移 6月订定换约 他质疑柯文哲从一开始就是要当爆租工 如果你5月10号已经知道也买了这个房子 又说要做办公室 为什么你儿子登记的公司要继续登记在台坡 而且成租户先发新业公司也被质疑不单纯 除了负责人贵俊杰为前立委罗辅助国会助理 曾成立暴力讨债公司 而股东之一还是国安局退役上校李天夺 包含说贵俊杰 他们是不是都属于蓝营的相关的这些企业 贵哥把我列为他公司的董事 我是完全不知道贵哥说他会立刻通知会计师会做处理 不过李天夺曾经自己毫不知情 而贵俊杰也发声明 说该办公室101年起开始租用 成租人不认识柯文哲 但却在今年6月被告知屋主已更换 租约延续到原租期限 屋主在签约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贵哥 是屋主跟柯文哲的事情吗 跟贵哥也没有事情吗 柯文哲花千万质产 勤俭人设破灭 小草成韭菜 柯文哲成了最大割草机 今天早安 薛宇辰 曹波导